買完好吃的食物 跑來一旁空地 坐著想要大塊朵頤 吃到一半怎麼哪裡怪怪的 一看差點快崩潰 熱騰騰羊肉湯 除了有蔬菜以外 湯匙撈起來的白色物體 不說還以為是蔥頭 但這根本疑似是煙頭 民眾把照片公開 表示元旦假期到宜蘭玩 花一個多小時排隊 就是要外帶自己 在羅東夜市必吃的羊肉湯 遇到這狀況後 跟店家反映 認為對方應該要多注重食安問題 希望可以捐一萬塊給公益團體 但店家只願捐一千 事件引發正反論戰 消保官表示若產生了消費爭議 消費者可以到縣市政府提出申訴 至於業者有沒有違反食安法 將請衛生局進一步了解 也就是說其實在法律上 這個消費者對店家要求說 一定要捐這一萬塊 其實依法可能是沒有辦法 有強制力 也就是說店家他最終必須要 跟這個消費者去協商說 是不是可以用這種方式 雙方來做一個和解 律師也說消費者得舉證煙頭 跟店家有關 以這個案例來說 還沒有釐清因果之前 其實店家也可以拒絕這請求 這回鬧出煙頭風波 店家跟客人處理方式喬不攏 就看雙方後續怎麼協調